4月16日,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电影《共同命运》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,并举办中国内地首场推荐会。 该片以小故事阐释大倡议的方式,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下普通人命运的改变和理想的实现。 《共同命运》由来自中国、英国、美国等国的电影创作者共同打造,其制作历史两年,跨越亚洲、非洲、欧洲、南美洲,记录了中国、西班牙、约旦、哈萨克斯坦、肯尼亚等地十几位人物的不同故事。 最后在电影中呈现了来自肯尼亚、约旦、中国、新疆、西班牙四地的五个人物。 推荐会上影片策划雷建军、导演曲江涛、邓斐、编剧周磊、剪辑指导朱林等主创人员集体现身,分享他们在这次拍摄过程中所经历的独特体验。 在这次拍摄了几天之后,突然遭到各种阻挠,说不允许我们再继续拍下去了。 然后呢,学校方面也通知说,如果说这小女孩继续跟我们拍的话,就要开除她。 对,对,然后她的妈妈就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们一下,说我没有关系,我来搞定学校。 作为共同命运外方编剧代表,英国知名编剧盖伊·西伯特通过视频表示, 这部作品本身也是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。 这部作品本身的主创人员集体现身,我们有五个主创人员集体的故事, 我们有五个主创人员集体的故事, 与这一部故事的故事, 所以我们的电影, 我认为是这个共同命运继续。 我为了解, 我为了解, 电影共同命运将于2019年上半年在海内外电影院线, 国际主流媒体,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媒体平台, 同步播映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